你去哪儿啊 与你无关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是 这里钱不招村 后不招店呢 起码让我先送你回酒店吧 不用 让我想想 你上一次这么没有礼貌的 突然冲进我办公室里 要质问我是什么时候 太多了 一时间还想不起来 怎么了 说吧 你为什么会见薛姿 商业上的事 你怎么知道我们见面了 这你不用管 你们见面 是因为合同的事吗 你怀疑我 我也不想怀疑你 可是你总是喜欢 瞒着我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相信你 就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见薛姿 因为你 我 你一直不肯回到我身边 硬要留在薛姿那里 我以为 你有什么苦衷呢 所以我就去找薛姿 让她放了你 放了我 你以为我是什么呀 被薛姿囚禁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是因为你 我知道你却想为了我好 可是我实在无法再容忍 你的自作主张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明白 我已经不需要你的保护了 除了我自己 没有人可以掌控我的人生 哪怕以爱的名义 我向你保证 再也不会插手你的事了 她的条件是什么 什么条件 你让薛姿放我回到你身边 她的条件是什么 我答应她 让薛乐搞砸双年斩 不过 合同的事情我绝对没有搞鬼 而且那次我们吵架之后 我意识到双年斩 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帮过薛姿 你相信我 你让我怎么会相信你啊 我只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可是你这样做 你会把我推得更远 董事长 吴征那边发来了一只函 准备抢云马和尚军送赔 这 怎么办 打听一下吴征在哪儿 我要亲自见她 好 我先去 喂 喂 陈医生 我想问一下 魏青这个病 如果受到什么创伤 会加重吗 理论上是会的 身体上的创伤吗 身体上 怎么了 魏青是出事了吗 暂时没有 就是她做了一件让我很生气的事 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教训她 最好还是不要 因为她的病 其实就是因为跟你的关系疏远而造成的 你如果希望她快点好的话 最好还是多给她一些温暖和关怀 难道不管她做错什么事 我都要反过来哄着她吗 这个嘛 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 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 我知道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等她的病好了之后 我再教训她 我可没这么说 总之你自己把握好尺度吧 平安和爱 知道了 谢谢陈医生 挂了啊 那我就慢慢给你算一场 来 吴征现在不在国外 你去了也没用 她在哪儿 上车 我带你去 不需要 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自己去 你 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 你到底要干嘛 我是云马的总裁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要去找吴征说清楚 这是为了挽回云马的声誉 也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要说的 律师函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吴老师不会见你们的 你们回去吧 这件事情责任确实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次过来 也只是为了 跟吴征大师道歉 不需要 请你通融一下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合同被人动过手脚 你们一直很尊重吴老师 绝对不会做损害他利益的事 就让我们见一下他吧 这些话留到法院说吧 周小姐 当初你被举报的事情 吴老师一直很相信你 并且他也很遗憾 最终你没能加入到他的团队 他原本以为这次双年展 可以很好地弥补 当初没能合作的遗憾 结果又出了这种事 他对你很失望 周氏被人举报 是因为被人污蔑 合同的事情也与他无关 你们凭什么怀疑他呀 闭嘴 现在我很忙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要回去了 喂 站住 别叫我 你先别着急 我们到附近找个酒店先住下 然后再想办法见吴征 吴言 停车 干嘛 停车 什么意思 你 你 不是 你去哪儿啊 与你无关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是 这里前不招村后不招店呢 起码让我先送你回酒店吧 不用 正是 真的是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前天刚回来 隔壁这个度假村啊 要几幅壁画 我还想这两天联系你呢 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 魏总 我还想让你帮你 麻烦帮我开一间房 现在只有一间套房 其他的都已经住满了 不要了 好的 请稍等 不好意思啊 女士 刚刚这间套房 已经在网上被别人预定了 这么快 我刚刚定了一间房间 麻烦帮我开一下 好的 我就此时网上随便搜了一下 谁知道是最后一间了 再没有别的房间了吗 明明是我先预定的 实在是抱歉 我们这儿的最后一间房间 已经被这位先生预定完了 张帅 这附近只有这一个酒店吗 还有啊 不过在市里 来回啊得四个小时呢 来 先生 您的房卡 您的房间 我不建议你来蹭住 我保证 肯定不做你不想看到的事 不说你不想听到的话 你最好保证别说话 不过 我也不能白住 这样吧 咱们俩AA 没这个必要吧 那我不住了 好 AA 你睡竹窝吧 你睡竹窝吧 没必要 你睡竹窝 我睡刺窝 你还真给啊 你收不收 不是我走了啊 你这一天 什么意思啊 既然我是主 那理所应当 我应该多富一点啊 你不占我便宜 那我也不能占你便宜 又是 好了 我们聊聊 怎么才能见到吴征吧 现在我们最大的障碍 就是他的秘术 拦着不让我们见他 但是 我想他应该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 只要我们能够搞清楚他的行动轨迹 就能赌到他 那可不一定了 据我所知 吴征大师最高的创作记录 是连续两个月不出门 就在家里画画 如果他还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有得等 跟你在一起等两个月 我不介意 魏总 清醒一点 赶紧想想怎么见吴征吧 谢谢